今天要分享的是菜脯蛋 鹹香好下飯 是我們經常吃的家常菜 用到的食材有 蔥2枝3元 蘿蔔乾20公克5元 青蒜2枝16元 雞蛋3顆15元 食材的部分大約是39元 青蒜2根把它切成碎末 蔥2根切成蔥朱 放旁邊備用 蘿蔔乾20公克 把它切切切切成末 蘿蔔乾要先嚐嚐看它的鹹度 如果很鹹的話可以用水多洗一下 不然煎出來的蛋會太鹹 打入3顆雞蛋 放旁邊備用 開鍋 起油鍋 下油 我們先來炒配料 差不多了 蘿蔔把它下下來 下在炒 可以先加一些五香粉 青蒜 現在就能聞到香味囉 很香 蔥 菜脯蛋要好吃 要先把蘿蔔乾 跟配料一起炒香 並且調味 這樣煎出來的菜脯蛋 才會很香才會好吃喔 加一點點鹽 加一點點鹽 白胡椒粉 好 差不多了 起火 把配料加到蛋裡面 把雞蛋拌勻 把雞蛋拌勻 加入少許味素 不用洗鍋子 直接熱鍋 下油 再熱一點 再熱一點 可以囉 轉中火才可以焦掉 讓它成形再翻面 好多水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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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火喔 起鍋 好多水沾 切鍋 切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